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体国民再一次道歉 并愿意接受检方调查 还任命了个新总理来协调朝野关系 主导施政 但以轴柱称的太阳的后裔 料不会就此罢休 随着抗议怒火持续升温 或许将逼迫朴检惠 最后不得不引就辞职 以谢罪国人 前有三星手机爆炸 导致韩国品牌受损 现有闺蜜干政丑闻 引发政坛危机 持续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遭受重挫 今年对韩国来说可谓流年不利 而面对这诸事不顺的窘境 应足以引起这个还保有东方传统文化民族的反思 拔高点说 相信韩国把道家的太极作为国旗 绝不是一时兴起或看着好看 而是取其道义 并愿遵循之 而国运不计或许是这个国家 或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机构 干了什么被盗弃役的事 这么说可不是悬天悬地的薄新起 今日恰好在大剧园上也看到一篇文章 深陷困境背后 独家解析韩国连串事件 推荐大家不妨前去研读一下 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把美国人的耐心也几乎耗尽了的总统大选 终于快要结束了 在本节目首次播出的时候 离大选投票日只剩下48小时 由于受FBI重启对希拉里电邮门 进行调查事件的影响 川普在全国许多州的民调中 后来居上 人气反超希拉里 问定白宫仅有一步之遥 而被称为政坛老油条的希拉里 虽然由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 和他人缘颇好的妻子米什尔 为其站台捧场 但希拉里多年言行不一 撒谎成性的毛病 恐怕很难获得大多数美国人的信任 因为道德和诚信 对于这个将主导世界秩序的 超级大国总统来说太重要了 当然 由于影响民意的因素太多 时期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所以最后鹿死水手 还要在耐心等上48小时 但日前看到高知胜律师 于8月份写就 10月份才辗转发出的一篇文章 绝不投希拉里 里面有一段仔细描述了2009年 他在监狱里从秘密警察头子中 了解到的一些希拉里访华时 用人权交换金钱的内幕 读来令人唏嘘 高律师在文中说 那位秘密警察头子几乎手舞足蹈 说希拉里一来就要谈人权问题 又要谈高知胜问题 还向我们要一万个亿 我们清楚他要什么 出手就给了八千亿 那女人拿到钱后 第二天什么人权问题 高知胜问题 连提都不提了 他反而说 美中之间的分歧 不会影响两国关系 这不等于明说了吗 人权问题上 你们做你们的 我们说我们的 大家还是好哥俩 从希拉里多年的个人表现 可以印证文中的描述 虽然希拉里表面上 似乎是为本国谋取利益 但这利益被高知胜称为 带血的利益 因为凡有正常人感情者 都不难得出 他们用以交换的钱财 与这国人民的血和泪 有着怎样醒目的联系 高律师直言 历史将会于受害人民一道 记住这种心安理得的 无良及麻木 美国将历史性的 为此付出代价 也许这场美国历史上 最喧嚣也最糟糕的选举 就是这代价的开始 识 识 识 白